歡迎收看打分之曜姐妹 我是莎莎 旅遊呢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 開心過了頭 就會破壞了那個地方 像是這個 京都的藍山的竹林啊 最近就被人家在上面磕了字 這麼漂亮的竹林磕字上去 然後有些國家呢 他們會覺得自己的觀光區 被弄得真的很糟 像是 菲律賓的長灘島 他們前陣子呢 決定關島半年 因為他們這個整條啊 明明很美的海灘 像是仙境一樣 弄得那邊有人說 因為那個泥土啊 都變得灰灰髒髒的啊 然後都是垃圾很臭 之前我去像是日本 我覺得日本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會覺得 哇好漂亮好乾淨 就是人都好有禮貌 但你現在去的時候會覺得 觀光客太多了 然後那邊的人好像變得 也失去了耐心 因為我這幾年 就還滿常往海外的那個 東南亞的小島跑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度假的地方 然後泰國其實有很多島 海邊都非常漂亮 然後以前去的時候覺得 天啊 仙境就是好漂亮 可是到去年我再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就親眼目睹一個狀況 我嚇歪了耶 因為他是講中文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哪個國家的人 他就帶他的小孩 然後小孩突然尿急你知道嗎 他媽媽就說 來來來 他就把小孩的褲子脫掉 然後就把他帶到海邊 就說在這邊尿尿 我就說天啊 怎麼可以允許這種事發生 對啊 這比丟垃圾還噁耶 都很噁 都要做的做啦 不要太好 我想除了破壞以外 我講一個保護的故事好了 因為我之前去大寶礁 那麼在大寶礁 因為他其實珊瑚也白化得很厲害 那我們在那邊做浮潛的一些活動 那教練其實我不太會游泳 所以照理說 教練應該是隨著來保護我 可是他看到小鯊魚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辦法漂浮的時候 幾乎要站起來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 他說不能看到那珊瑚 所以他是要保護那個珊瑚 所以其實我非常感動那個行為 那之後後來 在另外一次經驗是在台灣 那麼也是潛水 然後教練就很興奮的說 有珊瑚他 就潛下去 把他摘起來給我 對 所以我想這個 其實我原本也要講台灣 其實因為我去 真的 我去墾丁這麼多次 我第一次去墾丁 你知道墾丁多漂亮嗎 是 也大概是十年前了 可是我那個漂亮 那個水藍 那種藍 還有那種清澈 然後你進去 你跟魚在一起 然後看到海龜什麼的 最近應該是一年前我去了 我就覺得說 這是墾丁嗎 發生什麼這個 海灘的顏色也不一樣 就沙子的顏色 都已經不是那種白白 那種金的那種色 它已經有一點灰 那個水已經不清澈 我沾到這裡 我也看不到自己的腳 我就這樣 我的腳 你是不是再黑了 不過其實 在過去十年 確實那旅遊品質往下降 可是我們是期待 往後的十年 平移 旅遊品質再往上 有啦 因為我覺得最近大家旅遊的 那個意識有一點抬頭 其實小琉球有一個 很特別的景觀 但是因為小琉球的人 跟我說那個是他們 小琉球人自己的秘密 他們不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有邀請我 大概在三四月的時候 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也不能 但是我覺得當地人 他們其實我覺得環保意識 有在抬頭 他們有漸漸在保護著一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把這個漂亮樣子 留給所有的人 以後的人也可以看到 所以首先也想問一下大家 這幾年來 你們國家有沒有因為 什麼樣的襲擊 讓你覺得 怎麼會這樣 不要再破壞我們的那個樣子 要有生態了 阿志祺 現在我們 日本的觀光地 青都東京大阪 到處都是 有一個國家的人 超多的 很像 已經不是日本一樣 這蠻容易猜的 所以他要說台灣 因為台灣很愛日本 謝謝那麼多人來日本 就花很多錢 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 有一個地方 就是台灣朋友 也是很喜歡 就看日本的音發 很漂亮啊 就我們那個 只有一段時間 兩三個禮拜就看得到的 很漂亮 那當然是大陸可以 也是來台灣 來日本啊 就是看音發嘛 可是有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音發對日本人 只能看 不可以碰 對 因為音發這個東西 如果是一個地方斷掉 那從那邊開始是發霉 就這個音發會死掉 對 對我們來的時候 這時候很重要 不可以碰 可是應該是 上面有寫喔 中文也有寫 那個不可以碰 不可以斷掉什麼的 可是 好像是 有這樣子 直接拉到自己 然後就是跟音發靠近 一起拍一個照 對 那 小朋友也不客氣 不客氣 對 好可憐的小音畫 是 猴子嗎 爬上去耶 對 這個行為 真的都是人人來說 真的是很難過的一個事情 對 那現在我們是 其實我們 大陸個真的非常多 那我們自己去買 那個藥局啊 或是那個 電子用冰店 或是大賣店 全部都是大陸個 大陸個 不只是客人喔 員工也是幾乎都是大陸的 對 我有一次我這次回去日本 那因為我自己可以免稅的 因為我住在台灣嘛 對 那我去日本嘛 然後就是我跟店員說 我要免稅 可以嗎 那他說 講日文的喔 他好像是聽不太懂的樣子 那我看到他的明白就是 姓李 喔 喔好 那我直接跟他講中文 喔 我就自己覺得很奇怪 在日本 講中文 講中文 欸 那日本人就 他們就聽不懂字 我真的很奇怪 那個是一個免稅櫃檯嘛 所以他們比較設想 就是說 那個 說中文的消費者會比較多 對 這個很方便 我去日本也常常跟 人員說中文 因為我不會日文 然後上面也不會英文 所以這個是 有點 而且他們是放東西很主流的 那 因為我有些那個 日本的大賣店 我想要嘛 有些那個 那個什麼 大人的玩具 對 對 然後就買的是 我希望他們要收起來的時候 要 盡量要 一面一點 可是他們 我不知道有沒有故意的 好尷尬 對 好尷尬 而且那個泡妝透明的 你們兩個戴著透明的 對 你們戴著都是透明的 對啊 而且我不能有自己輸開嘛 對不對 對 因為免稅的東西不能打開 對啊 所以我在海關的時候 超級尷尬的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所以就是 就是說你幫別人代購嘛 就好啦 對 解釋 真的很好用 真的喔 但是我覺得 其實最近去日本 可能那些大陸的那個員工 其實他們有時候很貼心耶 會說 你有什麼APP 要不要加一下 有折扣要不要 對 就也會有好的地方 也是滿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在日本 那些中國人很多很多 然後讓人家覺得說 我進到日本 我不會想 也不會想 碰到這種感覺是 他們為什麼那麼愛插隊啊 我真的不懂 在台灣我也被 中國人插隊 然後就去日本 我們在機場 我跟老公聊天 我們要進去過關 就是修護照那個地方 然後我在跟老公聊天 後面他們好像 以為他們是隱形人 他們就 然後到前面去 因為妳前面可能 空太大格了 真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耶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是這個 我絕對提諒妳 我們中國人真的 還滿喜歡插隊的 真的 沒有 我把妳的插隊 這樣我們就接受了 完全沒有排隊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就覺得 但是他們插隊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可以插得 無形 對 很無形 他可以一邊聊天說 來這這這 然後就 後面其實要站在那 而且他後面有朋友說 那我是 對 就把我當空氣的感覺 不是 這會慢慢改善的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過去一種三年他們 確實在學習 他們叫文明教育吧 就是越來越文明 因為其實台灣小時候 我小時候在台灣 大家也很習慣插隊 對啊 比如說我們上公車 我媽媽都會先把我成穿 好厲害喔 是 然後他再去撿票 就是要撿一個票 所以這樣 到了今天 不可能再發生這個狀態 都是要互相學習的 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哥哥一直罵他嘛 對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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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就回去了 他還會提美得滿好的耶 他還會提美得滿好的耶 就回去 然後他後面就一直說 不好意思 他剛才開始講英文 可是他講不好說 不好意思 可以啦 我過去啦 我的飛機快要走了 不好意思 拜託拜託 我就一直這樣子 沒有讓他插隊 他就開始說我們心腸很不好 就被罵 對啊 台灣人日本人都不敢講 對 我上一次我搭培機的時候 一樣的心形 那我就那個大陸人 要跟我們講 見面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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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見面有朋友 有什麼關係 一直就這樣 到前面 然後我們大家都這樣 看著 翻邊的人 就他眼這樣 那接下來西進 中國呢 有沒有遭受到什麼樣的襲擊 中國 中國遭 全世界人 其實我覺得那個 不好素質的人 他是不分國界的 我們這邊也是有一些 其他旅客到中國的長城啊 去也會去客製 客製這個其實不分國界的 然後你看我這邊是 這邊有英文客製 那我還有韓文客製的 也是 對 是都有的 不是耶 下面 下面 那 那個美國的 NBA的那個球員 他也會在那邊 也會留 這個也是上新聞的 哇 對 所以現在這個是一個 全世界人的行為 就是 自己 這很不好 這很不好 的確 有點過分 這種我覺得那個素質 就是好與不好 是不分國界的 不是說只是我們那個什麼 那像我們 像我之前去那個 東煌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後來 但是這個是已經脫過 就是現在已經脫 顏色變淡非常快 因為也是有 我們那邊也是有標誌 說不能拍照 我看其實很多外國人 在我們那邊拍得很大方啊 就是什麼文字都有寫 日語外 中文什麼英文都有寫 大家都是也是一樣的拍照 其實外國人也沒見得很 就是要被阻止才真的 會停止 你知道嗎 就是 一般的美國人 大家把他的素質 想得非常好 但是其實我 第一個 交的台灣女友 嚇到的一個行為 是我走在路上 突然我覺得 他說哇 你怎麼可以這樣吐口水 我說 美國人都會吐口水 他不相信 我說 我就給他翻一些 南方的 美國南方的一些電影 不是有打棒球的 會吐口水嗎 其實吐口水在美國是嗎 真的 真的很正常 我是覺得很正常 除非你是 比較大的城市長大的 你可能比較沒有 吐口水的習慣 對 包括那個櫻花 你要摘的話下來 我相信美國人 他只要洗完 他就會摘 會放這邊對不對 那有你也是這種文嗎 對啊 現在不是應該 OK 他在這邊沒訓練過 對 而且前幾天不是那個 英國人把吃完香蕉 把香蕉皮丟出去 不是也是講話 英國香蕉皮是可以丟到車外的 沒有 不是 我覺得這個我要講 他對女朋友是台灣人 他對女朋友都在搬 他的男朋友說話 說他是英國人 在英國香蕉皮可以丟出去 我覺得每個人都在 罵那個英國人 為什麼你不是說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是台灣人 在護他 我的男朋友是英國人 在英國他們可以把香蕉皮丟出去 屁啦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 他很生氣了吧 真的 不過那兩個人其實都有問題啦 一個亂丟香蕉皮 一個亂辯護 不過在英國確實 他們在他們的tube 就是他們的地下鐵裡頭 喝完了啤酒 啤酒罐 就往上丟 然後看完了報紙往後一扔 所以晚上你們做那個 做那個subway 不要以為他們的subway 像我們的那個捷運 那麼的乾淨 他們的捷運 是一點都不乾淨的 紐約的捷運 My God 人家尿在牆上 還有老鼠 老鼠比人多 老鼠比人多 剛剛你們說的時候我記得 在亞洲很多人 喜歡吃飯的時候講的 大哥 意思是好吃 可是在土耳其 你們餐廳 一個餐廳這樣的話 每個人看你們 因為這個是在土耳其 非常不好的意思 其實台灣也不好 也不好的 其實大陸也是不好的 也是一些 那麼多人 大哥 對 超噁的 而且你太吃飯了 我每次都想 我吃飽了 而且有些人打嗝 還會傳出一些味道 就 對啊 就是很想吐 不好 很舒服 不會啦 他穿得原始耶 對 我老公會說 不是 如果你沒有打嗝 會不舒服 那你可以誤住嘴巴 對啊 你去廁所好不好 對啊 好 那主主 韓國呢 我還是 是 我記得有一次去法國 去巴黎 我去幫台灣人買一個寶寶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然後我就是 然後我就也是跟他們搶吧 因為 台灣人就會 我沒有 是韓國人嗎 對 我是想想的 好 那主主 韓國呢 我還是 對 今天做板子好捨喔 都一樣嗎 比較嚴重的是 你們看看 這裡是哪裡 你們覺得是韓國還是中國 中國啊 真的很像中國 麻辣店 對 你看 全部都是中文的看板 這個是小五裡面 叫大林洞的一個 就是洞 對 然後呢 一個洞 大林洞 一個地區 對 然後呢 本來大林洞是一個 很安靜的地方 所以老人很多 然後學生也很多 那現在因為 慢慢的中國人都移到這邊 所以就變成好像一個 小中國 對 但是問題是 現在 因為他們中國人之間 他們就打架非常的厲害 就是 比韓國人厲害 所以他們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就是 但是 打架很可怕之外 也有很多發生 對 然後呢那種 嚇人的事情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韓國 首爾裡面 一個地方都沒有說 這邊是治安不好的 但是我們很公開的說 大林洞的治安不好 所以呢我們就去這邊 都要小心 而且更誇張的是 在那邊很多中國人 都 所以呢 所以韓國的那個 他們是不是小吃店的老闆 有可能 隨便店 但是我們就是警察 他們 韓國的政府 就是在大林洞那邊 都發DM說 那個身上有刀子是違法的 所以 其實滿嚴重的 很好怕 好可怕 對 所以我們韓國人都不敢去 因為韓國人打架是 聲音大動作小 就這樣 沒有 我們都是 可是真的打 要打的話就散了 對 可是他們是真的打 比較多 那韓國人當然也是有 出了很多 但是 這邊比較可怕 好的 好 那Budy 我覺得我們最近 有一個滿嚴重的問題 就是 太多海地人 對 因為 他們本來以前 他們其實他們有的 可是從川普上任之後 他的政策改變了 所以他們就不歡迎男民嘛 然後他們就變成一直到 他們真的現在是自立夢 因為他們 我們每個月都會 差不多有兩百個海地人來 來自立 然後他們是想要找工作 他們是合法的來 然後我們政府會歡迎他們 可是因為太多了 所有政府還要先 跟他們的學歷 然後說他們有什麼能力 做什麼工作 他們在等待的一段時間 都會去我們的公園這樣做著 然後讓我們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們以前會希望 帶小朋友去公園 留滑梯還是騎腳踏車什麼的 可是我們現在覺得 他們的人 真的是太多了 一直坐在那邊 然後他們坐在那邊 做什麼就等待 因為他們就是在等待有工作 然後有的資歷人 就想要會 真的會利用他們說 你就是我給你多少錢 你去幫我擦油漆 你去幫我做什麼事 他們就是一直在那邊等待 真的到一些工作 對 所以海地人到的致力 不是一定有工作 不一定啦 我們要就是等到政府的安排 沒辦法那麼快 人太多了一直過來 法國呢 法國也是 抱歉 這麼有 可以 但是因為 其實最近呢 這幾年法國 中國人越來越多 真的很多 然後你們應該有去過那個 有去法國的台灣人 應該都有去過那個地方 對 我自己沒去過啦 對 你是馬國人嗎 對 我是想傻的 那你不要這樣 然後我就 那邊就是 今年有做一個新的白湖 對面就是 也是Galerie Lafayette 但是就是為了 我就是為了 因為那邊的表示都是用中文 而且很大喔 你看 你看 地方很大喔 我覺得我們對他們 因為 是不是以為太 普通的國家會 少說太多 太多 中國人比較 所以對面可能比較少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為了他們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很厲害 這三個國家 只要講英文 你是外國人幹嘛 他不理你的 你去韓國講英文 不理你耶 你去日本講英文 不理你啊 你去法國也不理你 對 結果中國人 可以讓三個國家都理他 好厲害喔 對 對 而且還講他們聽不懂的語言 還講中文 他有中文的扛棒 對 我記得有一次去法國 去巴黎 我又去一個 正常我不喜歡去的地方 所以我去幫台灣人買一個寶寶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就是裡面都是中國人 都是講中文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也是 跟他們搶吧 因為 因為台灣人就會 我跟他說 我會幫你買 已經會幫你買 那奧地利的話呢 我覺得奧地利現在已經 也不是奧地利了 我們跟法國也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變成熟 這台字好容易喔 對 我上一次回去的時候 我要帶我的台灣的朋友 跟我一起去 那我要帶他去購物的時候 我發現 跟我們的店員都是從中國來的 那其實他們會講德文 但是因為我看到他們 我就跟他們講中文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回家 只跟他們講中文 對啊 然後呢 我們又在奧地利 有一個很有名的小鎮 你們應該看過是 對啊 那邊的遊客超多 真的太多 我第一次去那邊 大概15年前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奧地利 小鎮 那邊的食物都是奧地利菜 那可以賣那邊做的好多的那個 手作儀品 對啊 但是現在 那邊有很多的中國菜 對 對啊 哇 其實很誇張 真的喔 對啊 那邊買的東西都是美麗菜了 對啊 所以都是你們看中國人 還是去那邊 那個婚禮派的那個照片 怎麼感覺不像 對啊 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新加坡 現在要在每一個地方 要在每一個地方 設一個ChinaDone的那個點 對 因為中國人太多了 而且你們消費能力太強 對 對 我們人真的很多 超多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在改善 只是可能 沒有像我們大家想的那麼快 但是都有慢慢變比較好一點點 都有 好 接下來看看 那你會有別的答案嗎 沒有 欸 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因為我是加州人 然後 究竟在附近有一個小城市 之前是小城市叫Milpitas 這是在溪谷那邊 然後大概二十年前 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我們班 中文班喜歡去那邊買 就是吃地道的那個中文 中國餐 對 然後能夠買雜誌 買音樂 那邊也是我買的第一張 中文的音樂 你買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中文沒有很好的 我就剛開始學 然後我就看不懂 就是什麼中文都看不懂 我就找那個 就是 這歌手就選她的 那會美 對 那個時候我可以報你嗎 這高得滿緊耶 你怎麼會 這其實就不一樣的 他還有另外一張是 他穿短裙那種 喔 然後那個 我搬走了 然後大概十五年 十五年後 又搬回去了 去那個小城市 就 不是小台灣 不是小台北了 就變成中國了 而且是變得很大 很大 然後每個節拍也有剪體字 哇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那個 那個是西谷 然後西谷很多員工 Google跟Facebook 都是工程師 對 中國來的 所以感覺變成一個小中國 沒錯 好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有好 有壞的一定也有好的 對 所以這樣襲擊改變之後 你們有沒有什麼是變得不錯的 變勇敢 對 其實剛剛講 因為中國人我們受到的影響 但是這個也是因為中國人很多 所以我們就受到的影響 其實我們韓國人都是不太會吃外國的食物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兩年在韓國最紅的食物 就是反而是 馬辣鍋 跟 羊肉川 對 真的這個是在韓國最紅的食物 現在 但是韓國人有在吃羊肉嗎 是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邊 全部以總統大樓都是賣羊肉川 而且扣滿滿滿的 對 然後呢 本來是我們韓國人不吃羊肉 然後我們還排斥說 吃羊肉會有味道 我也是 但是我這一次去韓國 大家都要約 就是在羊肉川的地方好幾次 那我覺得我不想去 但是吃了 真的很好吃 對 真的 而且那些老闆都是中國人 所以就非常的道地吧 對 那我覺得 這個是對我們韓國人來說 對 本來不敢吃羊肉 現在很勇敢敢吃了 很愛吃 對 好酷喔 好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阿智希 那日本的話呢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 好是不好是 日本就很時尚了 這倒很意外 日本已經夠時尚了 對 日本本來時尚 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四五名這個地方 大陸人幾乎都不去的 幾乎都沒有令 哪裡啊 這個是 塑古的 大那個吃吃路國 那很有名喔 一個很有名的 對 日本不去 每天的時候幾十萬人來做 對啊 他們都要去拍照 一定要拍 外國人比較喜歡 歐美的人比較喜歡 對 在那邊拍過照 超多人 我上次去通軍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好多每個人都男人 這不然是什麼 在那邊一直拍 那邊住得非常多人這樣子 好可怕 就這樣子超級可怕的 沒有以為 大陸人每天都是這樣 所以 每天都這樣 應該是大陸人 對這個比較沒有興趣的 可是外國人非常喜歡 現在的本來是這個 上下班時間 真的超多人 很齊 很慘的 對 可是我上次去的時候 只是想要過馬路而已 可是在那邊外國人 一直站著一直站著 那邊拍過照啊什麼的 超多人 而且外國人壞習慣就是 就是隨便丟垃圾 因為 對 因為外國可能都有 垃圾桶可以丟 對 但你們沒有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這邊應該可以放 應該可以放一下 我知道外國人真的 之前外國人跟我講過 為什麼日本那麼多垃圾桶 對 可是因為我們日本 比較沒有習慣 就是一邊說的一邊吃的 習慣沒有 所以我們只有在那邊 買的東西帶回家 或是有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這樣 壞習慣 不是 我很想聽 為什麼變時尚這個東西 對啊 時尚 時尚 時尚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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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我去年跟我老公去的時候 我們就有到那個十字路口 但我那時候不知道說 這個十字路口這麼有名 然後是因為綠燈一亮之後 我就發現外國人跟日本人 或觀光客 都到馬路中間之後 大家就定格了 然後開始拿手機出來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拍 然後我們就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等到那個獨秒 快要結束之後 大家是一紅合上 就算了 對 就不見了 我想說 而且它是一個交叉的 然後大家都很有資訊的 你可以走斜的什麼的 然後大家就往四邊這樣散開 然後就等下一個紅綠燈 很實相 很實相 好 那虛偽 我覺得外國遊客 遊客變多的時候 讓我們的旅遊景點 讓我們中國 廁所變多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去過中國大陸的人 一定會對我們的廁所有非常深的印象 因為我從小也是因為 只要我要是出門的話 我也不吃飯不喝水 我就很怕上洗手間 就是因為大陸洗手間真的是千奇百怪的 然後衛生條件也非常差 那可是我們因為現在外國遊客越來越多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給大家比較好的印象 所以我們西安去年有了一個這種 正經八百的開這個大會 它真的就是 就是要廁所革命 廁所革命 對 真的 就是針對這個廁所做 就是全省的廁所做 就是一些非常大的改革 那洗手間你看 你看我們的廁所做的 就是先說外觀吧 因為我這次回去真的發現 我是沒有去過一個有味道的廁所 那很多廁所裡面還會有 那對 所以你看光看我們的 這是廟吧 這是什麼 辛苦存錢旅遊日本 台灣人只為了要這樣 很多台灣人一直存錢 一直存錢就跟我說 其實我好開心的終於可以出國 就去日本過得很辛苦 就做很閒小的飯店 然後吃得很省什麼東西 說你都沒有享受去日本玩 我沒有 我說天啊 為什麼要這樣台灣人 所以你看光看我們的 這是廟吧 這是什麼 這是廁所 它是旅遊景點的廁所 它特別了吧 真的 它非常特別 而且你看 我偷看我的廁所 預言公 就提詞 然後你像這個 好美 就是讓你去洗手間 進去的時候是舒服的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古城 所以很多地方就會 就會有這種 就是把廁所改建的 讓你去廁所 不再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可是這取這樣的一個名字 什麼格 什麼公的 有人知道那是廁所嗎 對 知道嗎 因為 趕緊的人進去 因為它這個地方還是有標誌 就是廁所還是有標誌 然後指這個位置 那法國 我覺得我要謝謝 這個文化超多元 因為法國其實很 已經很久就很多移民那邊 然後像我 我自己也不是一百分法國人 我阿公阿媽都是 我爸爸那邊都是義大利人 所以他也是 那時候已經很多很多義大利 移民到法國 然後我長大自己長大 也是跟很多北方 北部的非洲 阿拉伯這些國家 所以我們已經就是 有一些法文的 不是法文 就是我們會用的字 都是阿拉伯來的 像這一些 就是天 我們也會說 然後咖啡 來醫生 我們都會用他們的 阿拉伯文 對 口氣的 就是口聞而講的 然後是從那邊來的 所以我們會被印象這個 還有那個食物也 所以他們阿拉伯人 就不吃 我們只有很多豬 我們喜歡 像那個法國的 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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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法國的很有名 大部分都是用豬肉 但是他們來之後 不吃豬肉 然後有時候如果你 你一起吃烤肉什麼 就要分 不方便 你煮好了 要怎麼分清楚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有特別的 這個是牛的小孩 這個我們也可以 我們法國人也滿喜歡 所以一定會被影響這樣 我覺得是不錯的影響 真的 好 那八弟 智利的話呢 智利有一些觀光客帶來的 對 對 帥帥 因為我們以前的男生 不喜歡去衝浪 可是這幾年 一直以來又到 每年的夏天 都有很多外國人 從國外來覺得 我們的海邊的浪很大很棒 很適合衝浪 所以我們很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子 這個很棒 對 對 很帥 是每一個海灘都有這種嗎 沒有 就是有一些海邊 那些幾乎大部分都是巴西人 跟定人 新男生吃得超好 美國人也有去智利衝浪 然後我們的智利男生看了 就說 因為我們女生都是 好棒喔 身材好好會衝浪 好棒 我們智利男生也學了 也開始 剛開始我們看不懂哪一個 就是我們一開始知道 這個是巴西人什麼人 可是我們現在就知道 他是智利人 還是巴西人還是哪一個人 就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智利男生也變得很帥 智利男生以前會運動嗎 還是也是有多大肚子嗎 也不會大肚子會瘦瘦的 但是就是瘦瘦的 對 就像 這個很OK 那我也想問大家 你們有沒有覺得 台灣也是被哪一國人襲擊之後 因此而改變了呢 阿子熙 真的你們把我們弄得真的很累 一定 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感覺出來 便利商店賣的東西 全部都是日本的東西 馬路上的車子 那你當初會選擇來台灣 是因為知道台灣人很喜歡日本人嗎 還是你 是因為喜歡台灣 沒有 那時候 我在日本交往的女生 是台灣的分學 對 所以你覺得台灣好像很不錯 對 因為外表完全一樣的 對 那我就來台灣 來到台灣還是一樣 尤其是台北 就是很像日本一樣 對 因為我們穿著啊 或是流行都跟著日本 那林孫北入那邊是超多日本的 蛤 食物就是 食物都在北入 林孫北入那邊 文化也是日本的 不只是酒店 就是餐廳 日本餐廳 吃酒物啊 還有什麼酒吧 而且餐廳一定有日文 對不對 員工幾乎都會講日文 所以日本人去那邊 完全不需要講那個中文 對 那就是 現在也是啊 日本聯手的餐廳 那最近的話 伊朗啊 什麼那個 非常壽司店啊 超多人排隊有沒有 對 那其實我日本想像的 所以很多店 就是台灣人問我嘛 因為那邊好不好吃嘛 那我就覺得 那還不錯啊 在日本是很 這種長長吃的東西 不需要排隊啦 我這樣講 可是其實很多店 那你有吃過一蘭拉麵嗎 其實我吃過一次而已 最大阪的時候吃過一次 對 所以其實我 真的是我比台灣人 還不了解日本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台灣已經是變成 是比我的那個乾燥的地方 還日本的感覺 特別喔 真的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台灣人 太太愛日本了 而且我覺得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而且有很多台灣人 一直存錢一直存錢 就跟我說 我好開心的 終於可以出國 然後他們就出國 就去日本過得很辛苦 就是很閒小的飯店 然後吃得很省 所有的錢都拿去買日本的東西 回來台灣 就說你看我買這個 買日本的藥 買日本的什麼東西 他說 你都沒有享受去日本玩喔 沒有買了很多藥 好開心喔 對 我說天啊 為什麼要這樣台灣人 為什麼台灣人 這麼相信日本的藥 對啊 因為很有效 對 韓國人 不買啊 不買日本的藥 真的有效耶 好 Diana 我覺得是韓國的 對啊 因為現在台灣的女生 她們很喜歡跟韓國女生一樣 穿的衣服 還是化妝化的就是 眉毛就是紫紫的 還是口紅 對啊 口紅就是很紅色的 但是我覺得韓國的女生 化成這樣 其實很適合她們 因為她們的五貫不一樣 是嗎 那台灣的女生 你們就有自己的美麗 為什麼要變成韓國人 我覺得 對啊 我也覺得有時候看有些女生 就長得漂漂亮 然後眉毛很粗很黑 然後口紅很紅 然後其他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就很素 就會覺得妳怎麼了 我覺得那就是 一妹就在跟風 對 要長到適合自己的 比較重要 但是你看竹竹畫這樣 很合理 漂亮 對 她的化妝師好厲害 所以竹竹 妳也覺得我們被韓國影響了嗎 對 我也其實覺得是韓國 尤其是年輕人 她們的髮型啊 化妝啊 衣服啊 鞋子啊 包包的樣子什麼 都是真的很像韓國人 我自己也分不清楚 而且在韓國遇到的 台灣的綠客 也是很像韓國人 超級像 對 真的 有時候講一些別人會話 都被聽到了耶 因為她要回你中文 很可怕 這真的是 拜拜韓國這樣流行文化之色 因為她們實在 流行文化的政府的推動 以及她們的品質本來就好 你看在兩個禮拜前 Billboard 專輯第一名 居然是韓國的 BTS BTS 第一名 我也喜歡BTS BTS No.1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 已經紅到全球了 很厲害 好 那圖家你覺得呢 越南 我們越南影響 台灣被越南影響 居家有親身經歷 我先來台灣的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不知道中文 我的中文沒有很好 我問一個台灣人 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可是我遇到一個越南人 他說 然後我們帶我去了 真的 我很驚訝 他是越南人 居家你覺得嗎 越南 我們跟越南影響 這樣的 這是個人喜好還是什麼 這樣子 這樣的有沒有影響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我先來台灣的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不知道中文 我的中文沒有很好 我在中文裡迷路 我問一個台灣人 你知不知道這裡我怎麼去 他說我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我遇到一個越南人 他說 我已經知道我帶你去 他又要帶我去了 還有現在很多越南人 你們沒有常常去桃園那邊 可是桃園那邊的剪頭髮的 大概百分之八是越南人的 還有現在的台灣人很喜歡 跟越南的女生結婚 有很多要來的 所以這個就改善一些飲食上 比如說我在新店 靠過來一點點 對 路邊就一個什麼 越南小鋪 然後有咖啡 有河粉 然後再過一個什麼 那邊也有一個 越南小鋪 但是滷肉飯 或是什麼空肉飯 就買不到 就覺得說哇 對 你家一講好像是耶 對 他發現夜市 隨時可以買到青木瓜沙拉 對 在那個什麼中永和那邊 有一個 緬甸街 一整條街 它其實那個街的 門口的那個柱子 就是白色的 然後看起來 還有那種佛的感覺 一進去之後 它整個進去之後 連那個街景都變了 那門口坐的 可能就是光著榜子的 就是老闆 或是他們 就是緬甸人啊 東南亞人就是 然後他們那個 走進那個店 走進那條街 都有那個香料 一種 東南亞香料的味道 而且他們好像有 他們講話也是聊天 也是講緬甸文 對 四月份的時候那邊 潑水街很熱鬧啊 對 潑水街很熱鬧啊 但是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國家的人 最近有沒有風 去哪裡旅遊 或者是移民到哪裡 哪裡呢 阿子喜 其實我們日本人 喜歡到移民去的時候 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 東南亞 工作的時候壓力很大 想要去 比較度假的地方 其實對秀之後 很多人去東南亞 很漂亮 可是如果自己有錢的話 想要去的地方 是 就是夏威夷 喔 所以我們日本就是 想要去西方國家 可是 有點怕西方的國家 所以 有很多地方 日本東西很多的地方 就是夏威夷 我們算是一個夢想的 移民的地方 是夏威夷 其實他剛剛講的很對了 在夏威夷的日本餐廳 幾乎跟美國餐廳比較多 對 因為你之前住在夏威夷 滿久一段時間 住了七八年的 所以日文比英文多 在那邊 對 他是一些店員是 不是講不出英文 只是英文口音很重 就是他 只是幾乎聽不懂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打工過 然後 要學會一點日文 因為那邊 去那邊度蜜月的 日本人很多 韓國人也蠻多的 那些學了什麼 就像是日本的 好假喔 標準啊 標準 就是把你名字寫下來 什麼東西 就是為了日本客人 然後他聽得就開心了 就 可以這樣買 好聰明喔 我以為是已經全世界變成是講中文 大陸醫院 很開心 對 一次講了 沒有 我有想過一個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美國有一個群組 是 群組是 可以去很多 很不錯的地方 這個是 沖繩 漂亮 阿拉斯加 關島 這是韓國 這個是 澳洲 大西洋中間 都是美軍基地 都是美軍基地 對 因為美國在國外 有八百多個美軍基地 然後你當兵的時候 可以免費去 世界全球有八百多個地方 很多 好發 但是我覺得當美國軍人有點 累 辛苦 對 一定要打 對 蠻累的 而且真的不能回家 對 真的 好 那組組 韓國的話呢 現在我們韓國人 最愛去的地方是 到底哪一個國家 是韓國人最愛移民的國家呢 WTO 嗨 大家好 我是珊珊 我們今天來上俄文課 那我們今天要先 那一句話呢 可以做冰的 熱的嗎 因為大家喝飲料 有些人喜歡喝冰的 有些喝冰的 有些喝熱的 那我們用俄文 要怎麼講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холодным горячим 其實 這個 сделать 是做的意思 我們俄文不一定要說 這樣會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直接講 可以 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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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冰的意思 熱的意思 熱的意思 你這樣跟傅元長 他就知道了 會幫你做 你想要的飲料 謝謝 現在我們韓國人最愛去的地方 是台灣跟越南 可是移民 長到移民的話 是美國的LA 對 就是看看 這邊很像韓國 是韓國人的 遊行嗎 對 遊行 可是這個是在美國 美國的LA 對 對 因為很多人說 那個美國的Korea Town 好像很厲害 對 其實 你看這個是LA的一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韓文 很像韓國一樣 然後在那邊什麼都有 銀行啊 然後呢 韓國的醫院啊 韓國的交會 還有韓國的廟 什麼都有 然後 甚至於就是買東西 跟韓國一樣方便 像韓國人如果去美國 他們想要在美國做事業啊 或是讀書啊 都會先經過LA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的英文很弱嘛 可是在LA Korea Town 完全 不用講英文 因為太多韓國人 對 然後呢 在那邊他們就是 可能打工啊 或是認識那些 在美國住很久的那種韓國人 然後他們就是 建立好人際關係 然後就是發展這樣 在那個地方 其實你吃到的韓國烤肉 我覺得是 對 聽說 對 所以確實是像露子說的 但是那邊 如果你會說韓文的話 你根本用不上這個英文 英文 哇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美國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已經不屬於美國了 其實 對啊 慢慢就是被佔領啊 不知道為什麼美國 除了這個軍的基地以外 不會有美國街 對 應該又跟美國街吧 對啊 你有到其他地方看過美國街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各國 都有自己的優點 我覺得大概 因為現在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全世界可以吸收大家喜歡啊 或是很棒的地方 也是很好 那出去旅遊的時候 大家也要記得 不要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好不好 讓大家素質更高喔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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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喜歡會下次見 掰掰 歡迎來訂閱我們耶 開啟雙鈴鐺 按這邊 按這邊